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应该有责任的去谈论它 特别是在媒体谈论它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两种音乐环境的比较 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一个音乐环境 台湾的一个相对的地方小 但同时又经济的发展也很快 更像是一个河水和一个大死湖的湖水 是一个大区别 就一个鱼的生存状态 在哪可能更有意义 可能艺术家更多的 更多的应该去作为一种生命去看待自己 而并不是作为一种 就是一种标本 就是商业标本 说我成了这种标准了以后 我就能够挣多少钱 往来我的数字就不断增长到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模 我觉得这点上 我觉得恐怕 在中国可能还没有这个机会去做比较 它那样的音乐进来 或者说是港台的音乐进入国内市场 肯定标志的不是停滞 肯定标志的是进步 但是这个进步之后是带来什么东西 是另外要谈论的东西 所以说我不能说他们进来了 我们就停止抱怨 我听过他的一种观点 我可能领会上有偏差 好像这个感觉就是说 比如说像港台 它是非常商业化 而且受西方的影响非常大 但是好像你说到的就是 受西方影响这么大 究竟是个好事还是个坏事 比方说港台那边 好像你当时讲的就是说 他们就是西方太牛了 西方的音乐太棒了 所以我们无限的吸收 但是相比之下 你感觉大陆这边 它有一种原生的生命力 好像就是说 在西方的东西面前 虽然我们可能接受的没有那么普遍 但是我们反倒有自己的一种自信心 能这么理解吗 实际上这样 就是一种就是一个左右偏就是平衡的问题 我觉得左我愿意说是中国的传统东西 右我愿意说是西方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封闭自首专制 这个肯定是我们要放弃的左 开放我们 我说我们放弃自己的自尊 放弃创造 然后我们就拿来 或者说是一种殖民 被殖民 我觉得都是一种糟糕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在中国做摇滚乐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受的是甲板气 就像就是我们受 我们相对的受政治上的保守思想的制约 这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不安定 不安定的一个团体 同时我们也特别反对这种 全拿来的这种 就是丧失自己的那种自尊心的那种 就是完全的抄袭别人的东西 对做音乐的人来说 像我们这个外行该怎么理解尊严 那我就可以说一个例子 比如说上回我们说过一个 开了个头说了一下 现在大家都实行的 听什么陶哲 周杰伦 那么为什么呢 我说它是什么音乐形式 它跟不同音乐区别在哪呢 说他们的音乐是叫什么叫R&B 人家都说现在都流行这个 好了 很多人问你说什么叫R&B 很多人可能他就不太清楚了 那就更不清楚R&B的背景是什么 那要简单说 R&B其实就是英文它就是一个缩写 就是Rhythm and Blues 就是节奏和布鲁斯 两个合成的 那么再往深的 这是音乐是哪的 是谁的 他们说来自美国 来自美国再往深的导 美国是谁做的呢 导到哪呢 导到黑人了 因为这个从黑人这里边可能就反观过我们 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在做着各种调 把那词曲都拧巴着那种 唱着一种时髦的时尚的 可是我们没有问 这时髦时尚的背后 我们损伤了我们什么东西 我觉得最大损伤就像上回 随便谈到一个就是 就殖民的 其实在我们现在已经看的殖民东西 色彩是越来越浓 随便你说随便摇鼓 摇鼓也不是中国的 那你随便是根本是什么东西 你原强是什么东西呢 那其实我们看到 从他的21年前所唱成的一声里边 其实他从我个人感受 说心里话 我并不是因为他是摇滚乐 我才怎么怎么 当时我们成为好朋友 我们一会做事 并不是因为这个 还是由于他身上看到的 就是尊严这个二字 这是一个核心的东西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可能我们也不会走到今天 所以今天这个推荐 还穿着他这份服 真唱运动来的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失去的 我们打个电视经常看的时候 完全 去年我看了一个很好的 一个美国的音乐家 叫Jesse Norman 后来我就看他 我说我从他的歌唱里边 我看到什么 是尊严与美好 而我们经常看到的唱歌 都是什么呢 叫羡慕与讨好 这两个是多么大的不同 是 但是你像一般这种中学生 青少年的歌迷 他听流行音乐的时候 他可能不会想这么多 现在一般人说 他们起到的作用 流行音乐 脑痒痒 但是是不是音乐本身 也存在一个 就服务老百姓 给他们脑脑痒痒的这种职能 这个里边有高低吗 严格讲 听歌和听音乐 应该是两回事 听歌 我觉得听歌就像你学 ABCDEFG 应该后边还有另外的 一直到26个字母 我觉得如果你要真的把这个英语 都26个字母都掌握了 你他们开始学英语 但你只是会前几个字母 我觉得你大部分就是用他的公式做个代号而已 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听音乐 实际上就是点听歌 他们就是在用四个字母来回来去组合 跟我们一样 就属于音乐素养水平比较低的阶段 因为你刚才谈论的是年轻人 我觉得恐怕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去体会到音乐的那种 真正的美 真正的魅力 就是这种丰富性 这种27个字母以后 有那么多字母组合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说这个遗憾 也可以说是我们 是我们的 我们没有做出来 让大家去真正接受 我觉得还有一种遗憾 就是也许我们做到了 你们也不接受 也不听 对啊 也许可能就跟说 这世界不需要厨师了吧 因为有快餐了 也许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不需要厨师也没有意义 我们就用机器做完了 配方 做完就完了 我们吃的挺高兴了 那你就没办法了 我想恐怕这个是一个双重的遗憾 我更愿意说 如果我们把东西都给你放在旁边了 然后你们自己不去选 那就是你们的问题 那比如说咱就说这个真唱运动 在这个真唱运动这一段时间的过程中 你觉得有什么难受 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电视的一个 电视一个行业在扼杀才华 扼杀才华 我觉得电视这个行业在扼杀音乐才华 他们在 他们在就是一种 让明星速成的这种 电视的这种媒体之下 去尽可能的找好用的 听话的 把门槛降到极低 就是他没有起到一个 一个真正的一个电视媒体 他蓬勃发展 高速发展 同时也应该把音乐的门槛 同时的发展起来的这么一个 需要做的这么一个程序 所以造成了一个电视水平越高 他的传输数率越广 实际上 做假的办法越多 实际上他的艺术门槛越低 所以他说这个话 就让我看到一种尊严 一种坚持 但是你比如说像你 我记得有一个 我们曾经有一个女嘉宾 叫扎剑英 采访过他 当时有一个观点 我到现在都记得 就是说亚洲的这种娱乐工业 当时他认为 好像就是利用年轻人的身体 比方说一个年轻人 本来他大概在酒吧里演出 或者地下乐队 他做他自己喜欢的音乐 在唱他自己的声音 但是到后来 你要进入娱乐工业 唱片公司 他也许我不要你的灵魂 我只要你的身体 然后我安排 现在他们要听这样的歌 我给你写歌 你要按照我的需要 去打造成这么一个偶像 你觉得这也是很没有尊严的一件事吗 我觉得就是一个行业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区别 行业标准是这个行业要养活很多人 一个门口低的明星 后边要一帮人吃饭 他们这帮人是个团队性工作 他们也许一个偶像明星 要比一个实力明星后边养的人要多了多 或者说这帮人都要透过他吃饭 他这个行业必须需要这种程序 我觉得这个就像一个人类发展 为什么要有法律一样 这种法律 他不是说你杀人放火 我才要制定法律 但我觉得以后 应该也有更理性的这种社会学家 去思考一个艺术的死亡 是不是也等同于杀人放火 对 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 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你觉得是为什么 我们说的什么 刚才说的好多音乐形式 什么hiphop 什么这些 捣到根都捣到黑人去 是吧 波禄斯 这些都是黑人的 黑人又是被奴 别忘了 他是被奴役的 这就是他本来是被奴役到美洲大陆 但是他们怎么能让今天白人 所有东西都被他们音乐所征服呢 就是因为不管他们怎么样 怎么样 你认为我落后 我怎么样被奴役 我没有我的人生价值 但是我的尊严 在我这个尊严体现在什么呢 在体验 他们一旦表现出来 他们的根性的艺术上 就是他们的音乐上 他们绝对任何人 你消灭不了他 最后你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 是吧 今天捣的根都捣到黑人去了 结果他一个奴隶 他这样一个民族 最后他们还守着他们尊严 如果他们没有这尊严 他们怎么能会做出 让白人都不得不低头的音乐呢 这真是被奴役的民族 我们那些根在哪呢 我们说泱泱大国 又说这个说那个的 我们这个东西 我们尊严体操在哪呢 现在我说我们过去 我说那个年代 政治也好 现在商业也好 我说就抽了金割了卖了 是吧 现在就整个 现在整个就是一个没有尊严的 所有东西都给割去了 是吧 我们就是这个国家 就是个靠北大国 是吧 就是一个所谓 从各个方面 就是他的尊严在哪 是吧 一说原创的 对不起 这都不是我们 是吧 我们能永远是这样吗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有的时候想起来 也就是觉得又悲观 又有点丢人 就是说真是说你中国民族在音乐上 有什么自己的独创 这个 但是现在这种娱乐工业的发展 我觉得直接就会更进一步的扼杀 你所说的这种真正原创艺术 所谓娱乐也好 商业 其实这个商业 其实我听到说 其实商业是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个是主动商业 一个是被动商业 被动商业就是那种 永远是没有自己原创性 因为盯着别人在做了什么 然后跟随其后的商业 这是一种商业 还有人是叫所谓主动商业 他没有想商业的商业 比如崔健 作为现在中国的音乐家 他当然不能跟某些那种 拿了一首歌唱很多那种 明星不能比 但是在比很多音乐家 他还是有很大的商业性 对啊 那么反问他当初 他是为了就是 事先设计好了一个 我就要成为一个商业的 这样意图来去做音乐的人吗 他并不是这样 是由于 我经常说包括 我还有个朋友 比如说叫周国平 他原来八十年代 出过一个小册子叫 尼采在市地的转折 这小册子当时影响了很多人 再玩了无数次 那你说这本书是商业 不是商业 他卖了那么多册子 就已经证明商业了 但是他写的时候 是为了商业吗 他全不是 我觉得我们应该 特别小心的讨论商业 这个问题 因为商业比专制比的话 商业是一个进步 因为商业带来的专制 是 它最起码 它不是强制性的 它是选择性的 人愿意选择商业 而并不是被强制商业 但是强制的专制文化 专制的东西 专制的体制 带来的东西是强迫性的 所以我们要更理性的考虑一个问题的话 我更愿意去想 有些东西应该更理性的看 什么样的东西 才真正的对这个民族 或者对人类长远的 这种理性的那种 思维方式的一种保护 对这个民族的理性的这种 对考虑尊严 考虑利益的一种保护 实际上都是为了一个民族长远的发展 但我觉得在这个环节里边 我想由于政治原因 由于眼前的商业利益 有很多人已经根本不去想以后的 这个民族的这个 是是 常有的理性 这个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对我觉得 我觉得肯定肯定是觉得 杀人放火是眼前的 这个我们能够看到摸得着的 这么一个问题 真正民族的想象力 一个民族的创造力 一百年以后有没有人在搞 恐怕现在再多人都不去想那个问题 是是是 就是秦后 就以就是在儒产生了以后 实际上中国这个民族已经在开始放弃想象 你这儒家是否定态度吗 怀疑 怀疑儒家 而且是我坚决需要 希望能够更多的人去关注李老先生的这种思想 李一鸣老先生 名叫的名啊 我希望有更多人去关注他的思想 因为因为我觉得一个民族的想象力和一个人的道德的所谓的存在 如果一个人没有想象力 他道德意义是什么呢 一个没有了创造力 他道德的意义是什么 他就是服从 所以儒家可能是一个集体服从的思想的一个一个核心 但是孔子是很有想象力 孔子是个伟大的 但是也许恐怕这个儒和孔之间的这个关系已经被扭曲了很长时间了 对 所以说我觉得有些人会把他们夸为一类 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才术学浅的 但是我非常非常的 就是在我自己活跃的这种思维的这个中找到了很多的这个空缺的时候 我发现我我读了这个李明老先生东西的时候 我能够去去去去弥补这些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有很多东西 我觉得更能够更能够让我去重新的去乐观的去思考 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一个一个很多的数据能够说明这个李老先生的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 就为什么中国这两千年从经济上物质上从理想上的发展特别特别缓慢 而且这种专制性东西一直在延续 至今还在延续 这是跟灵魂深处的某种文化有关系 这个民族它的创造性东西是不是在两千年就两千年以前就被阉割掉了 我每一招一招一招我也没招着鞋 却感觉不能心灰不得加热烈 我不想问是主张还是跑的 因为我的美丽是永远的感恩 跟我的爱吃点干不烙烈 给我点爱我的呼吸结合 快让我哭 快让我笑 我要问你随着三点眼 你也 你也 因为我的美就是没有感恩 你也 你也 快让我的随着三点眼 我自己一个朋友送深圳一个画画的 他的女朋友是深圳的一个精神病院的一个护士 然后讲了好多一些数字也讲了好多 就是现在这些年在深圳患有神经性的病的人 还有像抑郁症等的是很多的 往往最后捅一下数字居然是什么的人 都是富人占了百分之七八十甚至八九十 这里不就就然后我也引发我一个思考 就是人们比如赚钱 刚才谈的商业商业就是钱是吧 其实钱钱是终极的吗 钱不是终极的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钱不是终极的 比如中国人他由于过去的社会造成了 中国人对很多的精神需求的缺失 比如有眼睛是要干 这个能力没有了 耳朵听不听了 那么他最后降低降低13亿人一大半打麻将 就是人的精神寄托只能寄托在 因为人不同于动物不就多了思想和情感吗 行人下的跟动物是一样的 多了个行人上 那行人上空间没有的话 你想他变成什么样的 是所有的我们要研究这个背后 所以这个民族这个落后来 就因为我们那个空间没有了 被剥夺了 全民都在打麻将 他另外的创造 比如我所知道 比如现在现任国务卿赖斯是钢琴家 他的非常棒 是吧 那钢琴对他意味着什么 克林顿前总统萨克斯去角色乐 吹的也可以 是吧 索尼公司总裁大赫是指挥家 01年是02年 几年国音乐节在晕倒的那个 宝丽大厦 艺术属出很多这样的例子 就是他们的这些 写从政好从商的很多人 他艺术对于他们来意味着什么 而我们的艺术是什么 过去是什么 为这个服务那服务 从来就没为生命服务 这有艺术 这个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我们都没想 到底是什么东西来拯救一个民族 是吧 所谓艺术到底是真正一个意义是在哪 是吧 我们没有反思这个问题 是吧 哎呦 你们两位说的真让我觉得 我都想的太少太少了 就从摇滚乐能想到这些 02年有一个驻中国大省 离任叫白木森 那个他走的时候 我们是用音乐的方式送他走的 然后呢 因为他平时喜欢吹萨克斯 经常到刚才叫刘云的酒吧 经常吹萨克斯 吹的不是很专业 但是他喜欢啊 然后他他们就是这些大使就说这句话 说我们从周一到周五 都是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打理的一些政务的事情 好了 我们必须完成 这是为什么为了生存 但是周末这两天时间 我们既不会找我们的同行 也不会找那些商人聊天 我们要找艺术家 干什么要为我们的生命 其实人所有做事情不就为了两件事吗 一个是为了生存做事 一个是为了生命做事 生存的事情不一定有快乐 但必须要做 生命什么呢 生命是跟这些没关的 就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去喜欢 那么我们问问我们生命的需求有多少呢 我刚才讲了 人的上天给了我们眼睛 有视觉知觉感觉 那么多觉 可是我们觉全部被荒废掉 没有空间了 那你看结果是什么呢 因为所有东西都源自于这个东西啊 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都退化了 都被封死在里边 我们还谈什么东西啊 我们现在谈 老师 我经常说中国人现在急了没招 所以一看就是什么词出现了 原创創造 西方人没有这词 西方人生活的就是那样 他从来听说什么原创的词 西方人没谈那个问题 因为他们就是那样 他们就是在这 为什么就发现我们有问题了 砍口号没有用的 是吧 就像说 你给我自由点 你给我创造点 这语气就出问题了 是吧 我们从来没反思 我们为什么这个地 这个民族现在变得这么没有 这永远是 一件事 西方人我就了解他们就是什么 这个事再好 突然发现我刚刚想做 但是有人做了 我马上扭头 我不做了 变成这样一行 咱们是永远是有人等着 他做什么 他做什么了 总也要跟着别人走 这个民族心态是什么心态 我拿去的 我对是黄金 成客不在的村里也要感染 我不拿去的 我要喝点水 和你能这样 我离不住 我不能做 我离不住 就为我对身体 要求你开口 我都懂了 就像变满 就为我去 你也要